如果你學會玩這套卡組啊 你基本上已經算是高端玩家了 就很厲害了 所以我們來玩一輪 順便講解一下這套卡組 到底怎麼玩 首先我們首先有滾木沒有野豬 那不要貌然進攻 先看看對面對面的布魯ID叫60 看來他已經有60好幾了 冰鬥者加上一個滾木 對待老年玩家 他可能是一個大廢卡組 先分一個哥布林 準備再下騎士 應該夠了 好我們先下這個騎士 不用急啊 這個騎士下足是非常有目的性的 先下個騎士再下足 這樣我們煙花可以直接把他給解掉 好直接先煙花 冰鬥者下這個位置啊 技能扛一炮 還能跳到他 這是細節 電塔立起來 再拿著刀塔 他剛剛技能用起來是解不了哥布林的圍殺 再跟上一個豬 我們還有個殘血電塔 因為還能白打 這個豬沒有跳起來 我們血量現在是優勢 因為他右邊掉了很多血 他剛剛丟了劍雨 現在沒有煙花 沒有那個了 沒有劍雨 我們先下煙花 他下了劍雨之後只下了一張牌 所以說我們下完煙花之後他下個這個 好 我們冰鬥子扛一下 他開技能的話我們再看 不開的話頂個騎士 他激活我的話 右邊直接下哥布林了 好激活了 哥布林直接下 他有劍雨他 先砍他 準備先下個豬 看了丟不丟劍雨 下不夠滾摩 蹭 他有劍雨但是不夠 就要是冰一下 劍雨加狂暴夠了 下是一個易路的哥布林 這個不要急啊 下地震級 這個精華其實下得去肯定被電車吃掉了 所以說我們在 防守的法術選擇方面是非常重要的 再看對面怎麼下牌 他下電車的話我們直接下豬 好直接下豬 既然電塔能解兩路 不要先下電塔 一定要先下煙花 這樣的話 對面下劍雨 我們下個煙花剛好過出來 他就沒有過出來 右邊不滾步 冰鬥子 電塔 不要下哥布林了 哥布林可以圍殺他的綠巨人 這樣的話他打不乾淨的 也沒有打乾淨 給他準備一下他 能不能滾一下 這個雖然掉了很多血啊 但是 根本就不慌 以我們打電車多年來的經驗來說的話 這一把 對面技術不夠啊 根本贏不了我們 黃毛 進化黃毛來 他肯定是 要下的 來 他要下劍雨加狂暴 他現在不是進化的那個 右邊一定要保住啊 為什麼呢 因為要逼他下牌啊 不然他左邊進化的那個 過來我們就守不住了 進化蝙蝠 下電塔 這個位置 擋炮 跳 哥布林加普薩 準備下個豬來擋一下 實際上沒辦法了 再下戰一個騎士 冰鬥子一定要下的好 不然是打不過電車的 你下的起碼得跟我這樣好 差點打過電車 更高的要求就沒有了 又給下個煙花 不用急了 現在我們學了優勢再下個電塔 他這個必須得交劍雨的 所以說我們必須得保住他 交到劍雨之後 我們前提個哥布林 因為前面還有個冰鬥子可以打 先震一下他 還是原來的操作 鬼步 再打了一下他的攻擊速度 哥布林下 再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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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沒打到 打一下他開技能一定要注意觀察 這個下屁股後面往後退 然後騎士再扛住 再下豬 他現在建議沒有只有一個花貓 花貓的話吃一個鬼木 騎士扛射自覺炮 再補上一個地震斬殺 啊 h